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周一好,每周一,我们相约在专业一加一,我是黄俊,欢迎缺老师 对,黄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缺老师,那这个我们就步入正题 之前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您是比较看好黄金的 那么在最近呢,这个黄金也是算是如期吧 这个向上突破,快到了1900附近 对于黄金,您有什么这个观点上的更新吗 关于黄金,我先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当然,等会我也想听一下黄老师看看有没有不同的或者分歧的地方 那近期黄金其实涨的应该是在去年以来 这一波涨是算是比较坚定,而且幅度也比较大的一波 那这个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其实市场中规还是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俄乌局势啊,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 乌克兰东部的这个局势的紧张,导致了欧洲包括美国资本市场也好 还是说这个币线买翻也好 这是最近黄金上涨,而且传统或者说比较主流的观点之一 那么第二种观点就是之前我有强调过的就是市场担忧这个美联储在对通胀的控制上面的不确定性 或者是大部分投资者认为美联储在这一门的通胀控制上面可能不会如意 所以导致了这个由于对于高通畅预期的担忧导致了黄金的一个上涨 那我想主要还是这个两部分的因素 那当然我更倾向于就是我觉得我之前也强调过就是对于通胀的控制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从一些现象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其实乌克兰的军事的这个局势的搅局者 其实冷静的看的话主要还是美国 因为不断在释放一些俄罗斯入侵的一些消息 或者是这个预先的一些判断 包括拜登也在做类似的一些打签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对于俄罗斯的一些行为 提前的预判的这样的一些制造紧张的氛围 那我个人认为来讲可能这个是在给三月份不加息 或者是将加息低于市场预期的一个对冲 就从美国或者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因为可能现在未来美国的整体的经济的情况 不一定会如现在美联储预期的那么 或者市场预期的那么良好 那有可能接下来美联储 就是美国的经济可能还会走一波 比较不确定的下降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特别是从这一些国际大的宏观局势上面的一些比较诡异 或者比较比较诡异的举动 举动或者是一些行为 我更倾向于就是对于通胀方面的这个考量吧 我不知道黄老师我想听一下黄老师的意见 当然如果从我从我这个观点来讲 那如果和如果可能性存在的话 我觉得黄金可能就还会有跟还会持续走高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美国的美国的经济在接下来有可能会走弱 从而呢就是引发了这个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担忧 你这个对对我认为说还有一个因素 你就去补充一下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关于这个美联 其实这个美联储在未来的话 他完全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相对鸽派的一个态度 原因呢就在于说美国的通胀啊 基本已经到底了 通胀因为像上一个上个月是7.7.5吗 7.5% 基本上这个通胀已经到顶了 因为这个当时呢是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通胀数据啊 他是同比数据吗 他是和上一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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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间 对对对上比如说1月就是上一年的1月 这个这个相比基本上呢美国的通胀是从2021年的3月份起来的 就是在3月份之前美国的通胀基本上很好 没什么通胀嗯嗯对3月份以后美国的通胀一下子啪啪啪一下子就起来了 而马上呢这个时间就进入到这个时间轴 所以所以呢他就一定所以这个基数效应啊一下子就会把美国的这个通胀给压下来 嗯基数效应嗯嗯嗯嗯因为之前的基数大 对之前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前几个月看到美国的通胀很高 那是因为在之前基数太低了嗯嗯因为他从嗯这个印钞票一直到2021年的3月份之前没怎么动 整个通胀没怎么动嗯维持很低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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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在那个时候呢 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只要这个物价一起来 你同比数据一算出来哦这个通胀一下子就很高 这个媒体一报出来啊这个这个美联储就要去抗通胀 那么从三从三月份以后这个通胀数据呢他就转低了嗯嗯嗯 因为他的基数高了对他的基数就高了 所以呢基数问题啊他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关于说是一个呃库存周期的一个问题 嗯因为其实在前几个月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特别是在去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 这个是这个时间段无论是欧洲也好还是美国也好 正好在那个时间段 正好就是这个 奥米克隆病毒最为疯狂的时候 对吧 一边是 一边是这个病毒很疯狂 另外一边呢 是就像刚刚缺老师您说的 一边是圣诞节 还有春节 等等等等 这些节日消费旺季 那你对于商家来说 里面对这两个困难 一个是奥米克隆病毒 带来了很多供应链上的不确定性 另外一个呢 就是消费旺季 消费的旺季 对怎么办 那个时候的话 其实你就要去补库存 所以这是一个 对所以他这个固存周期 在恰好在那几个月 其实是很高的 所以也这个很高的 这个库存周期 就拉高了前几个月的一个通胀 所以呢 就是随着这个这些假期嘛 大假 就是东方和西方的大假 慢慢的结束 也同时也随着这个疫情啊 这个情势的逐渐的稳定 他没有就基本上就没有这种 再去补库存啊这样的一些一些需求 所以通胀呢 也应该来说是往下的 所以结合无论是基数效应也好 还是是这个库存周期也好 基本上呢就是说 我认为啊 就是个人观点 就是在未来几个月 当然距离是二月还是三月 这个就有可能早一个月迟一个月 这个不好去讲 通胀数据 对 但是就大的趋势而言的话 是美国的这个通胀 基本坚顶了 坚顶之后就是往下走 而一旦他往下走 那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周期 或者说他的这个鹰派的态度 自然而然的 那就增低了 对 对 再结合 确老师刚刚您所说的 这个美国经济 可能走软的这个因素 一方面是通胀又下来了 一个来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来通 这个经济又 又这个 又又面临危险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会有下行的可能性 就理所应当的 相对鸽派一点 我们不说绝对鸽派 我们说相对鸽派 相对鸽派一点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给黄金 当然同时也包括非美货币 也包括美 这个他们很一些机会 就包括欧元 或者也会迎来一些 比较好的 这个时间窗口 对 其实对于欧元来讲 其实前几天就有一个现象 我把图表打出来 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欧美的图 其实在欧美的天图上 其实可以看到 在前期 这里有几根大阳线找上来 像这种大阳线这种买盘 应该来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买盘 是比较坚定 或者是比较 怎么说呢 是即时性的一些操作 在这个里面 基础性的操作 对因为之前的话是暴跌 对吧 之前是下跌趋势 再加一个短 就是长期 是一个中长期 是一个下跌趋势 然后短期了又是一个暴跌 然后接着呢就是一个 就像刚刚曲老师所讲的 一个相对比较坚定一点的买盘 那这个的话 应该来说背后会有一些 重要的因素在里面 对 就是这个欧元的看法 我跟您差不多 因为我们上周也在一直在关注 非美货币的走势 对所以从 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 这个态度来看的话 就是有可能呢就是从 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 这个狠心派的这个态度 进入到接下来相对 鸽派的态度 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 我想无论是对于黄金也好 或者是对于非美货币也好 甚至来说对于我们的这种 股市资产 这种权益类资产也好 可能都会迎来一些相应的机会 对当然股市在过去一段时间 也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三月份的 加息的这个阴霾下面 全球股市表现都不好啊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就是我个人 就是我算是也就是负义您对黄金的 这个观点也是相对来说 也是在近期了也是以偏多为主 而且呢就是说 从基本面的这个角度分析下来的话 我认为说这个偏多 是一个周期可能相对比较长一点的 一个一个偏中线的一个偏多 而并不是说一个偏短线的偏多 而且呢背后的基本面的这个原因呢 也是比较扎实的 就是刚才呢也简单的说了一下 就背后的基本面的成因也比较扎实 基本上是比较确定性 就就是就就我个人认为 确定性相对较高一点的一些一些机会吧 当然黄老师其实刚刚补充的是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 我认为非常值得参考的维度去看黄金 当然跟就黄老师刚刚的观点来讲 实际上可能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里面 通胀数据是有可能会对黄金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波动性的影响的 那所以我个人认为来讲 其实通胀数据的公布 可能短期还是会假设啊 就我们看到说所谓的峰值出现 或者是接下来出现的比较低的这个数据 那可能短期会对黄金会有形成一定的打压 但是这些数据出来过后 这个市场的走势 才是代表了未来真正的这个市场 这个底线的逻辑 是否是我们刚刚所或者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逻辑去阐述 对只不过就是美国的这个通胀 具体什么时候回落 这个呢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并不是说这个或者说具体在 因为现在是2月份吧 具体在3月份出顶还是4月份出顶 这个事情呢具有一定的这个模糊性在里面 对大的方向的话 我想应该是只是在具体的10点上呢 还是需要结合这个技术性的图表 做一个更加准确的研判 综合的判断 对 对 当然黄老师刚刚 你有讲到股市这一块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包括A股在内 已经在开年 年前到现在 其实整个市场乱挺挺糟糕的 但黄老师刚刚表的 我我听到黄老师讲说 可能A股或者是股市将会迎来一些比较好的契机 那想想听黄老师的这个观点 这个这个好 那我们这个 这个把这个话题回到这个 就是切换到股市上来 对于股市来讲的话 其实今天恰好是一个很重 就是今天恰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时点 因为我们的这个冬奥会刚刚都闭幕 尤其是在这个年前 这个我记得就就有讲到过 其实在年前中国的这个经济啊面临很大的一个风险 风险性在于什么呢 风险性在于说 在刚才提到的这个疫情 从10月份开始到12月份 欧美的疫情快速的扩散 然后呢 在12月份开始了 中国多地也出现了疫情 包括西安天津等等这些城市 而且我们也 也基本上那一段时间被刷屏了嘛 对吧 就是西安的很多事情 所以呢 他在那个时候呢 恰好就是进入到1月份以后 恰好就迎来中国的春节 再加上冬奥会的进行 这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春节是人口流动的这个高峰期 会不会出现一些疫情的扩散 或者说冬奥会 由于这个境外很多的人员物资 输入到境内 会不会带来一些疫情的输入性的风险 主要还是担心疫情的失控 和不确定性 对 所以在当时呢 在1月份的时候呢 其实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在里面 好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很多的资金来讲 我想最理 一个经济理性的行为 就是应该 不应该去做多 不应该在春节 在春节前 在面临这么多风险的情况下去做多 那现在的话 就是到了现在这个时点 基本上这两大因素 基本上都已经慢慢的平息下来了 一个呢就是疫情 冬奥会是在周六就结束了 结束了的话 这些外国的这些人员啊什么的 是慢慢的回国 还有一方面呢 是春节的这个春运 也基本上过了一大半了 因为正月时务已经过了 所以这两个大的风险点啊 其实就已经过去了 就中国经济 就是它的这个未来 也是可以通过数据去评价 注意啊 就是通过数据去评价 因为之前呢 面临着这种疫情的高度不确定性 你没有办法去分析数据 对 万一这个几个重要城市 这个来个疫情怎么办 所以呢就是中国股市的A股的这个巨大的风险啊 其实自从冬奥会之后 就已经这个降低了一大半 接下去的话 其实就是还有一个风险 就是美国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风险 那那么呢就是结合刚才所讲的 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个观点嘛 也就是说 未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会相对宽松 那么对于A股来说的话 这个第一个风险点 疫情的风险点已经过去了 第二个风险点呢 正在逐渐的过去 当然现在还不能讲完全的过去对吧 然后所以了A股呢 现在的话可能就逐渐的进入到这个 逐渐慢慢的进入到初底的这个阶段 慢慢的进入到初底的阶段 所以呢我们在 所以最近呢 其实A股虽然好像指数上有点反弹 但其实没什么买盘 就是买盘 就是成交量 那样在说 对 所以我想这个呢 也充分的反映了这个整个市场的整个的心态 也就是说随着随着疫情这个风险点的过去逐渐的稳定下来了 但是呢 还没有看到一些好的消息 也能够去刺激这个买盘 那么等的是什么呢 等的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转向 嗯嗯嗯 对就市场 其实在三月份之前 可能还是 我想啊 就是在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这些 呃信息之前 我觉得还是会比较迟疑 嗯 对 所以呢 这个对A股的一个看法的话 其实远期了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近期的话 可能是一个摩底的一个 一个 一个过程 摩底 摩底的过程 没事一年之际再 再一春 就我们对于投资来讲 你可能这个呃 春天再播种 秋天收获也是ok的 对 所以这个这个大概对于A股呢 就就这么个看法 嗯 您您您对A股有什么看法吗 卓尔森 呃 我 当然我我还是维持 就是之前年前我 我好像我没有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我认为呢 可能呃 A股 你说短期内出现 呃 GG的单边的行情的可能性 我认为还是比较小 因为呃 虽然黄老师刚才讲的 其实疫情各方面呃 可能会 未来一段时间压力会减轻 呃 但是呃 我觉得市场可能会根据呃 这个疫情的一些情况去反映 因为我们也知道呃 特别是春节以来的疫情的形势 呃 嗯 我觉得我们其实主要还是看着呃 呃 外围股市的影响 那美金属政策上面 其实呃对于呃 各的方向出来 说越往下呃应该会迎来越好的区间 那当然这个空间 就是往下的空间应该不会特别大 嗯 对应该不会特别大 嗯 嗯 那好那那其实接下来的话 A股的话可以可以 我想可以看看关于政策性的一些利好的方向吧 因为马上这个二冬奥会过了 是不是这个呃 两会就要来了 没错 对 每年这个时候 嗯 对面临这个现在经济的这个相对不利的这种状况 嗯 中央的话应 啊 按照道理来讲应该出一些政策 嗯 是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政府层面有什么对策去应对现在的这个经济的情况 嗯 对 那好那那其实这样来说的话 对于股市这个也基本上观点还是比较明晰的 你对于这个黄金也好或者说对于呃外汇也好 其实观点也比较明晰 其他你有什么补充的内容吗 屈老师 嗯 嗯 黄老师我不知道呃最近有没有关注原油大概浅浅的聊一下 其实嗯 因为最近好像是应该 我想啊主要是否是否是主要受到了乌克兰局势的影响 还是说呃存在一些流动性的这个这个问题 原油 原油我我我把图表 原油你掉一下那原油最近一直在往高处跑一直在跑 呃但是对原油来讲的话其实我是想这个他背后的成因现在太复杂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了现在呃就是大家现在都在关注这个俄乌的问题嘛但是其实呢没错没有也没有也还有一个潜在的消息就是 是美国现在正在和伊朗进行谈判 OK嗯对这个一旦谈出一个什么结果来的话呃如果伊朗的原油一旦可以供应全球市场的话其实原油基本上呢我想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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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的价格嗯对没错嗯对对原油现在已经到了90这个价格嘛我想就之前高盛的预期了是到100 嗯呃基本上呃呃基本上呢这个原油现在是有多大的上涨空间说真的我感觉就没有太多 对我我我一直认为其实原油走高对于美联储政策制定是不利 嗯对 但是原油最近一直在场所以呃其实还有一点是原油对宏观 方面的一些反应也是比较敏感只有我我我我认为啊就未来呃可能市场很多的呃 呃风向标可能要比较关注一下呃原油的走势呃但是不去交易员油之后我认为应该去做一个指标去看一下 对按照理论来讲啊就是就是做一个很大胆的一个揣测 因为拜登他当然是希望他在选举的时候嗯这个通胀有明显的下降嗯嗯也就是说我们我们替换一下也就是说在通胀的时候原油的价格已经明显的下降嗯嗯嗯因为是原原油的价格下降了然后物价才能下降然后通胀才能下降 他有一个传导的一个周期嘛所以说呢可能就是4到8月份嗯这个原油就这从从拜登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是最希望他必须得能够下跌嗯他必须得做嗯然后呢就是反映在通胀数据上哎这个物价慢慢的下来油价慢慢的下来美国人很开心哎觉得拜登做的不错对吧就是从他的利益的角度来讲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油价就是就是就是由拜登一个人说了算嗯只是说呢就是就是按照逻辑来讲的话这样对他最有利没错因为呃这个中期选举对于拜登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嗯对嗯嗯所以这个重要对就原油来讲的话 啊因为现在俄乌的这个问题呢就像您刚才也也也提了一下因为我我是很负义您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这个事事背后呢就充满了很多的蹊跷嗯这个嗯就不想就不好去做一些评论或者分析因为很很很很可能出错嗯那么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所以也也也最近也也就是我个人的看原油看的比较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就大的原因但是就大红各个远期的原因素来讲的话我认为原油的上涨空间比较小嗯或者是呃这个持续上涨的概率就更少了嗯嗯对嗯嗯OK好那这个今天呢就几个产品我们都一起来看了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嗯我们今我们本周的这个专一加一到这里就结束了以这个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也谢谢邱老师好谢谢黄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再见好各位朋友再见下周一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再见